在申訴 當然業主不會喜歡我再在這間店舖住 我就要找地方搬 搬到另一個地方租住的都是獨立單位 但這是一個好業主 我入住的時候業主就說 不如那些水電費的標就轉了我的名字 即是說水電費我就可以自己直接交給稅務住和中電 現在住這裏剛剛好是一年了 在去年夏季的時候八九月 最熱的時候我以前住劏房的這個時間 那個時候一個月都交九百多元電費 現在這個獨立單位電器反應更多 冷氣機更多一部 現在的交費就是兩個月一次 這樣就交了七百多元而已 對比回兩個月我只是交三百多元 對比回跟劏房那時候的水電費 相差成六百元 我自己都覺得很奇怪 即是 到我住劏房的時候 是被這個業主濫收得很離譜的 你幾乎說 我去交給了一個月的水電費